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2月6日,這宗大消息,我見很多人都說,就是我們的許智峰的醫院,走了去丹麥之後,就會流亡英國 同期時間,他和他家人的戶口都遭到凍結,那裏就鮮涉到幾百萬的資金,還有匯豐、恆生還有中國銀行香港這幾間大銀行 目前來說,他未有個說法,棄保潛逃和凍結資金是兩回事 我不要說比較親民主派那邊說的話,我再說這個湯十一說的話,即是湯渣華 他才說,你棄保潛逃是不會去凍結資金各樣的喔 那你唯一可以說的呢,就是引用這個國安法啦 因為國安法是說,有這個叫做緊急凍結令的嘛 那其實很早之前都說過的啦,國安法是有這個凍結財產權的 那所以呢,你如果沒有犯到國安法的時候,那你放錢在香港呢,那就不用怕的 那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犯的喔,因為呢,我見到很模糊一下 那難怪他要在中小學推行這個國安法的教育啊 那但是都是沒有細則的喔,即是他最多都是說那些條文的而已 那目前來講呢,他委任那些國安法的法官來講呢 我想他是有個大綱啦,那接著判的時候,都很想不斷扯一些證據下去 那所以你見到呢,即是快必啊,啊,往日在那裏搞街站各樣呢 他就有堆人啦,啊,在那裏計喔,即是計他擺個街站多少次啊 叫個口號多少次啊,那他就在那裏儲這些證據喔 那然後啊,就堆下去那條大綱那裏啦,那根據這些這些這些東西呢 然後啊,那你就觸犯了啦,那我只能夠說啊,這個國安大法呢,啊,是怎樣啊 啊,神通廣大,靈活多變啦,讚緊去啊,啊,的而且確的喔 那所以啊,啊,要觸犯的門檻也都很低的,也所以啦,啊,就是,所有人都要小心點啦,是不是? 啊,叫人奉公守法,啊,很正確的事來的嘛 那但是同時之間啊,萬一,啊,就是萬一啊,觸犯了的時候啊,那就糟糕了 啊,就是如果你的錢是放在香港的話,啊,那所以啊,就是,為著資金安全著想 如果啊,啊,你是那些蒙茶茶MCC,不知道幹什麼,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隨街擲垃圾的時候呢,理論上是罰款1500的嘛,是不是? 咦,萬一啊,你那塊垃圾上面啊,啊,寫那幾個字呢,你須知道啊 白紙他都說你犯了國安法的喔,那天,就是舉四張白紙 啊,你不出奇的啊,你扔垃圾的時候,扔了四張白紙到街上,啊,那然後就不是罰款1500的了啊,啊,是罰款全家資金啊,喂 哼,那所以如果你是蒙茶茶MCC那些呢,啊,反而就,就是,最好避下風險啦,就不要放那麼多錢在香港啊,這個很合理的推論啦,是不是? 因為實情你都不知道,什麼時候犯法,什麼時候不犯法的啊,就是我都拗爆頭,啊,恕我見識錢漏啊,所以你就要看清楚,啊, 啊,就是那筆錢銀來講呢,就不要在金管管治的範圍內,就是你的Jurisdiction是不可以在香港的,就這麼簡單啦 如果不是的話呢,啊,你就要,就是其實是不是都好啦,你都應該啊,啊,那就奉公守法,就是盡量啦,因為你都不知道的嘛 他的細質都還是很不清晰,啊,可能他遲下會清晰一點啦,但是在未清晰的期間呢,啊,其實清晰了,你放在外國都安全一點的啊 分散投資啊,啊,不同地區國家的股票啊,基金啊,每樣有些啊,啊,就是例如英國那邊,啊,美國那邊,啊,美國那邊,啊,不同的資產都買些,啊,那就安全啦 你就看下那個優達昌啦,是不是?有線的那個人仔,啊,在英國那裡多少樓走去賣啊? 就是如果啊,啊,你說鼓吹外國投資是要犯法的話,啊,那就第一個啊,捉了這隻優達昌先啊,對不對這麼說啊? 咦,還有一個啊,唇官啊,鄭家純啊,整個項目放在英國那裡啊,哇,你說呢,就是如果啊,能夠看一下他們平時啊,啊,寫的那些A4子,是不是一張8子,啊,拿著四張8子的時候呢? 啊,不過他都很大貢獻的了,好像,因為之前呢,好像說,是不是這些這樣的企業不知道是誰啊? 啊,那就投資了百多億在大灣區那裡啊,還是深圳啊,我忘記了啦,啊,不過這些,楊鳳欽維是這樣的啦,他們那些,優達昌啊之類的那些,啊,純觀新世界那些, 你很多這些人的香港,就是例如李兆基那樣,啊,看下去呢,大陸投資的項目好像很多這樣啦,但是其實啊,哎,九牛一毛,實情啊,這些人, 外國的資產更多啊,應該逐步查清楚的,有查實啊,哎,你搞啊,許智峰幹什麼啊,他那裡充其量為幾百萬,你說的,哇,蚊比和牛比啦,李兆基那些是幾百億來的嘛,哇,即時啊,這些不是軟水不能夠近火啊,啊,是好大支水啊,不神使蒸漏水啊,不過李兆基最近好像不理事了,是不是啊? 交了給另一個兒子啊,啊,也是叫李嘉誠啊,那沒有的,其實啊,八月啊,已經應該落過這樣的判斷走軌了的啦,你有錢都放在新加坡啦,怎麼會放在香港,是不是這樣說啊? 啊,那許智峰啊,也是非常無奈的,他是PEP嘛,但是PEP而已,啊,你都應該可以買一些其他東西的,即是你不一定用銀行戶口,那還有啊,都理解的,即是如果近日,他戶口啊,有些什麼大變動各樣的時候啊,那就可能會打草驚蛇啦, 啊,於是乎啊,那你就,即是那個公務探訪沒有那麼順利的了啊,啊,你至少見到了,啊,他的家人都成功離開了啦,那是一件好事來的,喂,老實說啦,如果你計算了,打官司各樣那些錢,打下打下的時候啊,你不排除那裡都幾百萬來的了嘛,是不是這樣說啊? 啊,那所以你就當破財黨災咯,哎,都沒辦法,哎,聽到都,聞者傷心,見者流淚啊,因為,許智峰都說了,啊,這個是他畢生的積蓄啊,就是如果,他身上,有幾隻勞力士,啊,那可能沒那麼傷啦,那為什麼啊?這單新聞,就在香港很多人說呢,喂,老實說啦,就是香港人呢,什麼都不擔心,最擔心是什麼啊?喂,就是資產,就是香港人是一種經濟生物來的嘛,辛辛苦苦,啊,賺埋的, 錢啊,啊,都是打算買屋買田又買地啦,啊,什麼都好,那所有的東西,查實最後啊,都是一個錢字,那所以你一牽涉到錢的時候呢,嘩,當然就,所有人啊,金睛火眼看著,喂,這單什麼新聞來的?那查實啊,你很應該,就是至少都說了個罪名是什麼先的,還沒說罪名是什麼已經凍結了啦,啊,那然後啊,就是李桂華那些又不出來說說話,那可能去搜集資料啦,啊,看一下哪條適用,那然後啊,就是李桂華那些又不出來說說話,那可能去搜集資料啦,啊,看一下哪條適用, 然後啊,就應該會有一個說法的啦,那初步來看啊,你都是見到鄧炳強啊,李家超啊,那些在說什麼啊,就說他,棄保潛逃啊,各樣,嘩,棄保潛逃,哼,就是,那裏那些,保釋金那麼麻煩的? 那所以那些人就說,你放在香港的錢呢,你就預算是保釋金來的,就是你肥佬黎啊,那時候都交了幾十萬保釋金啦,那結果啊,啊,到最後保釋員都是,就是不保證些什麼的啊,那每個人的情況不同啦,要因應自己那個情況啊,就是你須知道啊,移民這件事是很重大的決定來的嘛,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單東西啦,那目前來講啊,BNO5加1計劃呢,最近又有新料啦,就是呢,啊,我講了之前 好像是7月那頭啦,啊,那一集啊,他未公佈細節的,啊,我就說,就是可能有人呢,啊,你就可以做太空人啦,有些呢,就走過去英國那頭先,下腳探一下路,另一邊呢,啊,就在香港那裏賺錢先,這樣咯,那時候我想的就是,就是好像老鳳那樣哦,是啊,我老鳳那樣想東西的嘛,你,你不是可以這樣操作的嗎,這樣咯,就是,第二些passport都好像可以這樣的嘛,那原來人家是那個BNO裡面呢, 沒有公佈這個細節的哦,就是他可以不批你的哦,要你全家一起走過去的哦,咦,那但是最近呢,啊,就批了啦,就是你是可以啊,就是如果你父母是有這個BNO的身份呢,那些子女是可以走過去讀書先的,那你父母那些資產各樣就可以過住給子女先咯,那一個好處呢,就是他在地的同時呀,那你過了6年,他就是公民啦,那然後申請了父母過去,咦,那都幾化算哦,那而且啊,他不一定讀書的嘛, 就是如果你是5加1那個Visa,你是可以工作的嘛,啊,甚至乎半工讀咯,那你可以啊,找到一些真金白銀,就補貼一下租金,啊,是不是這樣說的啊,那你讀書剛剛好啦,啊,又起碼都可能三四年時間啦,英國那邊三年制的,那你讀書讀三年,喂,那筆錢差不多而已嘛,你是住那裡可能貴一點點而已,那你住那些sharehouse又不會說太貴的,你就當學費的一部分咯,是就是貴過在香港讀的,那但是呀,就是作為 買多個護照來講呢,鬼有幾化算哦,你以往來講呢,如果你移民的話呢,你是要給幾百萬出來的嘛,那加下啦,咦,看下去呀,似乎幾十萬搞定了哦,就是當做買個保險咯,你買保險都不知道幾十萬啦,是不是這樣說的啊,你幾十萬攤秦來計的,你除開6年,你每年都是給10萬而已嘛,不過10萬人補金又,喂,那你不可以這樣計的,你計上讀書嘛,沒辦法的,危幫物入,亂幫不居,就是以往來講呢, 就是在晉朝時候啊,就是春秋戰國時候啊,那晉朝呢,就有兩個人物,一個就叫身身,一個呢,就叫重耳,那身身呢,就好像林卓廷那些那樣啦,他是不會走的啊,那就一直都在晉國裏面啊,那結果呢,就被奸臣所害,哦,沒有啊,突然間講一下歷史故事,因為前面那些東西講完了嘛,啊,塞個故事進去,那跟著啊,重耳來講呢,他又周遊列國啦,那就走過去楚國,走過去齊國, 啊,那到最後啊,那就,完好無誤,雖然呢,過程來講是有點顛簸啊,但是到最後啦,都能夠順利地返回這個晉國的,那沒有啦,就是許智峰說什麼啊,啊,他可能這輩子啊,都回不了香港了,那沒有的,就是唐英年當日都說,在他有生之年啊,都未能見到失業率的回落,那很多人猜想啦, 啊,有機會就是呢,啊,他講完這句說話之後啊,就釘了,啊,另一個說法呢,就是,他講錯了,沒錯啦,失業率之後不斷回落,啊,那他都是預估的啊,那悲觀點,你看到目前的局勢,悲觀點很正常啊,不悲觀也不會流亡啦,是不是這麼說啊,那就,哎,祝他好運,那其實之前都有跡象的啦,就是你見到那位小學老師,被人凍結了幾百萬啊,那你就知道啦,就是如果你那些,是現兜兜擺在銀行的話呢,隨時比你拿Bitcoin的, 真的,是呀,拿Bitcoin也很危險的嘛,跌下來怎麼辦?好,今天講到這裡